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中巴萨连追三球 第一球是由梅西打进 维斯卡克场作战试图反扑 在比赛第42分中再进一球将比分追至2比3 不过巴萨在梅球王的带领下再次发起一波攻势 之后踢出5-0的进攻高潮将比赛终结 在不时阶段巴萨获得一粒点球 此时已经没开二度的梅西并没有要求主罚 在面对帽子戏法的面前梅西已经看破了记录选择 无私让给队友 无私助攻的梅球王 凭借该场比赛的两个助攻 膝甲助攻数达到了150个 是21世纪以来的首位 并且梅西这150个助攻还排名五大联赛现役球员助攻榜的第一 而C罗锦排第四 有着122个助攻 在梅西贡献的150个助攻里 大多数都是送给了巴萨队友苏亚雷斯 值得一提的是本赛季苏亚雷斯和梅西一样有着两个助攻并 列助攻榜 梅西不要冒字戏法选择让出去的点球 正式给到了苏亚雷斯 最近状态不佳的苏亚雷斯也在该场比赛打进两立进球 毕竟是顶级前锋低迷 持续不了太久的 巴萨本赛季西甲三连胜 虽然黄马也迎来三连胜 和巴萨处于相同积分 但是在进攻方面 巴萨单场轰下巴球力压黄马的火力 不得不说C罗的离开 让黄马少了个进攻机器 现在还在适应一甲的C罗带领游轮 也获得了联赛三连胜 虽然没有一力进球 仅有一个助攻 但是C罗的一甲之旅正在刚开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